三国世纪有一个小孩子才六岁 被袁树请为座上宾 那败退的时候呢 这个袖子里面就掉了两个橘子 哎 怎么搞的 说我妈妈很想吃这个 我想带给她 大家 没有说她反而很感动 因为一人你是小孩子嘛 不懂 二你是出于孝心 女人说不行 你这个没教养 偷 小孩子是不懂 什么叫偷的 都是大人告诉你 这个不行 你这个是这样 就像树上结的果子 它长出来就是给人吃的 它落下去 那也就浪费了 那席上摆出来的就是给人吃的 我们可以想啊 这个流传至今 它中间一定是忽略了一段 但是写出来又缺了点味道 它这个肯定不是说自己以前吃饱了 我吃吃完了再装两个 那还传什么传 肯定是自己舍不得吃 母亲 家有苹果才吃不到 一定是这样 那我们说这个 道 就是说道 自古就有这个行业 当然现在也有 都有组织 它就像社会上混江湖 真正有江湖意气 能混的长久 能混的地位比较高的 那个带头大哥一定会定规矩 不是说分给他多少钱 那要平均分 首先第一 你肯定是逼上凉山 不得已 非常贫困 不然不会干这种下九流的行道 第二 你一定是 这个 心 劫富济贫 第三 具体的 喜不抢 巴不到 男人自古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总体来说 就是老弱病难运 这些是弱的不抢 没有啊 现在就是什么 谁好抢抢谁 谁好骗骗谁 美其名曰 我给他上一课 他就觉得这样 你暗的什么心 你是干什么 高尚的行业不强 药店 悬护济市 清官回家乡 一些高尚大德 不强 低剑的 男道女伤 这些娼妓们 都是很不得已 干苦达力的这些人 不强 游担 紧急的 不抢 婚丧嫁娶 重要的 不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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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行业 这种少 都在手机上 都有摄像头 都有定位 都是骗的 关于偷骗这些 虽然是隐性的 但是也都有规矩 都是类似的 那就更要注意 因为你不好判定这个人是怎么样 反过来说 过去的人 江湖 人 都是要很讲究的 彼此留三分